我八个 我八个 找着了 这个是 这个才是你的女儿 妈妈 儿子 赵赵你是赵赵吗 赵赵 你是留不到 赵赵 留不到 留不了 你们都是一些坏人 我们今天是2022年的7月8号 我们是应送漂亮的邀请 去到了送漂亮手工店 我遇见了一个很奇怪的女子 不要 没事 我们 她说她一直在找她的女儿 这是我女儿 我一直在找她 这样找不到 然后跟随着女子她说的话 去看看 二楼有一个玩偶馆 我们去到了人生玩偶馆 然后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开关的那个门 所以我们 只能透过那个玻璃往里面看 然后是一个长廊 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吧 有人有人倒了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外面 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找不到呢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她是后来迟到来的 快救人啊 进去救人啊 快 我们就从后门 然后进入到了那个展厅 发现了在舞台上 有一个被画的小丑脸 穿着跟那个顽皮的魔术师一样的衣服 每一个尸体 这个死者真的是来玩偶吗 设计师来玩偶啊 不一定 没确定 暂时我们觉得像她 因为她脸也被画花了 对 搜查当中我们暂时锁定的三个嫌疑人 分别是 赵不道 的妈妈 大口气 赵不道的妈妈 然后送漂亮和张歌手 第一个要不先问赵妈妈 找赵妈妈 找不到的妈妈 妈妈请坐 阿姨请坐 不知道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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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妈 赵赵 你不认识妈妈了 我不认识 她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 对 你是不是叫赵不道 对 那你就是我的女儿啊 到妈妈这儿来好不好 那妈妈抱抱 你这么久了 都没有见到你女儿 你怎么能证明她长大之后 就是我这个样子呢 我看到了你啊 我已经不记得 妈妈长什么样子了 我很小就丢了 您先坐吧 阿姨您先坐 好 妈妈先坐下 妈妈跟你慢慢聊 赵赵呀 你说你不认识妈妈 我在想你是不是在气妈妈呀 你还在恨妈妈是不是 赵赵你是零四年生的吧 一零年的时候 我赵赵丢过一次 丢了 对 当时我在画画 做着迎生 又一次孩子出去打个酱油 六岁的孩子能拿得起那么重的酱油吗 她这样就给倒了一半 回来之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把这孩子骂了一顿 那孩子一生气就跑了 我当时正在做生意 我也没来得及过着去追她 结果这么一走的话她就不见了 从那之后我情绪有点难控制 我经常要吃药 每天吃一次 可以让我十二个小时 是平静的 那那那我 我有 这个 你给这几个孩子看一看 那上面是有一个自动的提醒的 闹钟一响就吃药 今天吧 我十一点半钟吃的药 十一点半吃的药 我们遇到的那个她不是清醒的呀 对呀 她十一点没吃啊 她现在非常冷静 对 十二个小时 爱想问一下您就是您这个药盒 您一般多久装一次药 没了就装 没了就装 那今天早上吃之前你的药盒里面有几颗药 我现在很清醒 我想问你 如果你感冒发烧不舒服的时候 你想用一个小药盒去装药 你会数它有多少颗吗 赵赵 妈妈问你 你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唱一首偶尔歌 我独自走在 郊外的小路上 我把 找着了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还是你的女儿 爸爸 儿子 赵赵 你是赵赵吗 赵赵 你是留不到 赵赵 留不到 留不 留不了 你们都是一些坏人 我丢我的孩子丢了这么久 你们还在这里笑 阿姨 这个是你写的吗 这是她妈妈打印的寻人启事 这是我画的 这个不记得不到的人 有十五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 这些字不是你写的吗 这些字不是你写的吗 是啊 他们都说我不认识啊 班主认识谁啊 你坐下 我跟你好好说说 我记得我曾经找到过我们家赵赵 一个月前 我的脑海里面 分明是有一个清晰的影像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看我们都会有一段清晰的影像 是你长大的时候 你跟我一块生活了三年的样子 赵赵那时候读高中 在牛板金中学她成绩非常优越 还考上了大学 你记得那个大学 还是我帮她选的专业 叫金融系 但这段记忆有可能是你吃药之后的反应 对吗 你是觉得我吃完药之后 乌里巴都的反应吗 不是 我没有在牛板金上学 我是在芝加地上的副中压 他那张纸上有写她学的金融 但被划掉了 这怎么跟他那个虚幻的 模糊的男朋友有点像 对 是不是 他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幻觉 就是出现一些幻觉 就是我总感觉 我就跟一个看不清人脸的一个男的在约会 我现在脑子也是一片乱 因为有了那个影像之后 我去了牛板金中学 我去问了她当年的班主任 还有她的同班同学 所有的人都说不认识她 我非常失望 我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直到五天前 我又有了新的影像 想起啥来了 就是你 看着更漂亮 很漂亮 她在那个影像中间 是我女儿长大之后特别好的闺蜜 也被删掉了这条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办法 终于找到了漂亮 我们见过面 对 但我当时是不是就跟你说我不记得 是 你是不记得 但是你那个手工做法上 你是有一排玩偶的 但你玩偶中间有一个玩偶 我铭心刻骨 那是我赵盛最喜欢的 赵盛你还记得那个吗 我不记得 你天天抱在手上 你非常稀罕她的 所以妈妈一看见那个 我就着急了 我刚想问漂亮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男的 那男的非常非常的可疑 自言自语的 对着这群木偶说 怎么我制作的玩偶 放在这儿呢 什么叫她制作的玩偶 那是我女儿的玩偶 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我必须要尾随她 所以我一直就尾随着她 就跟着她啊 到了玩偶馆了 然后我看你这男的 溜达溜达溜达不见了 走了 我认为她跟我女儿 失踪爱有关系 我心里不放心 我到处我到处问 终于我问到了 这个地下一层的 一个电门城的 一个老板 那个老板告诉我说 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预言 这里的玩偶师 可以把人变成玩偶 除了她最亲近的人 所有的人都不会再认识她 我在想 是不是我的女儿 变成玩偶了 之后我又来到玩偶馆 我从后门溜进去的 玩偶馆里边 发现了一个 类似一个圆盘 一个东西吗 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我到处找 我总算是 找到了玩偶的仓库 有一口大钟 那钟中间 是我女儿的玩偶 我找到 赵昌 你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 赵 吴 他喊我 他喊我妈妈 那个玩偶喊你妈妈 我一定要救他 于是我在外面找了一个 一个翘子 长长的 我用力地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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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翘不开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有脚步声 我不敢了 我怕我再也进不来了 我把翘子扔了 好想 我的包也辣在那了 对 ivities 妈妈真的想救你 妈妈想救你的 刚才那个胡桂头的那个 那个什么 胡桃指 胡桃指 那个书拿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刚刚在说胡桃指 胡桃匣子吗 对 胡桃匣子 胡桃匣子 这个胡桃匣子您有了解吗 我女儿小的时候 最喜欢看的一本书 叫胡桃匣子 那里面的结局说 只要打败了鼠王 他就可以变回 他自己原本的样子 我才想 是不是女儿小的时候 这个预言 再暗示我 只要我杀了那个玩偶师 我女儿就可以复活了 才会杀掉那个 才打败了玩偶 是您打败的玩偶师吗 对 我太想打败他了呀 可是 今天我和你们 一起进来的时候 我需要动手吗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他死得好